公保鸡丁 肉质滑脆 这道菜不仅好吃 而且还是一道超级下饭的家常菜 一般饭店都有这道名菜 很多快餐店还有用这道菜做的盖浇饭 宴客餐桌上这道菜更是常客 今天快乐向山的小编 就把这道好吃的川菜交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再没有什么事的自己试试 当然更厉害的大厨此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公保鸡丁的做法材料 鸡胸肉 花生米 大葱 辣椒段 盐 生抽 老抽 香醋 糖 姜汁 蒜米 鸡精 水淀粉 花椒粉 白胡椒 料酒 做法 一 鸡胸肉用刀背拍一下 切成大拇指甲大小的丁二 用料酒一汤匙 食用油半汤匙 白胡椒半茶匙 盐半茶匙 淀粉一茶匙 腌渍十分钟入味 三 大葱切断 锅里放油 七八成热下鸡丁炒变白 四 放入干辣椒 葱和一茶匙花椒粉 炒出香味 五 对入料汁 大火炒到粘稠干送即可 六 关火 拌入花生米即可 小窍门一 我之所以用花椒粉 是因为炸花椒这个步骤 很危险 不小心就老了 而且碰到冷水会溅出来 花椒粉代替味道不差的 二 不过 用鸡腿肉更好吃 更嫩 而且火候的掌握不是很苛刻 但是就是没有鸡胸肉 能切丁好看 三 这道菜全程要大火 煸炒鸡丁不能久 久了就会老 要是不怕添加剂 放点满肉等或许更好 但是我没试过 这个方子里的食用油腌渍 可以换成蛋清 但是蛋清容易脱疆 造成有序状物 营养学问 肌肉含有维生素C E等 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 种类多 而且消化率高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有增强体力 强壮身体的作用 同时肌肉是优质蛋白的最佳来源 优质蛋白有助于肌肉代谢与增长 鸡炖汤食用效果更好 鸡汤中的特殊成分 可促进人体内的 一种荷尔蒙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 这种激素能振奋精神 使坏情绪和疲倦感 一扫而光 特别对低血压的人有益 肌肉的性内肝温 主治功用十分广泛 不但温中益气 不经添水 强筋健骨 活血调精 堆虚劳 消瘦 水肿 病后虚弱 酒病体虚 健康调理 产妇补养等 效益都很显著 快乐向善快乐够 最值得信赖的生活意见专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绍 DI贵